美国参议院近日通过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 并对投资中国国家安全产业的美国人实施新规定 美国两党参议员以绝大多数票将这些法案纳入年度国防政策法案 其中禁止中国 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国的企业或代理人收购美国农地或农业企业控股权的法案以91票赞成 7票反对获得通过 另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人如果要在上述4国的国家安全产业进行投资 必须在14天内告知美国财政部 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高超音速设备生产 短视频平台TikTok将在美国推出新的电子商务业务 向消费者销售中国商品 知情人士表示 TikTok将于8月初在美国推出该计划 与亚马逊的Sold by Amazon销售托管计划类似 TikTok将为中国的商家储存和运输商品 包括服装、电子产品和厨房用具等 TikTok还将处理营销、交易、物流和售后服务 TikTok正打造一个类似亚马逊的购物页面 名为TikTok电商购物中心 将用户可浏览和购买商品的不同渠道整合在一个页面上 用户既可以查看通过TikTok计划销售的商品 也可以查看直接由外部零售商销售的商品 知情人士说 随着国际结算和物流系统的建立 TikTok还计划将来向中国以外的制造商和商户开放该新项目 据LA Times7月26日报道 加州约170万人的每月医疗保险费 明年将平均上涨9.6% 为5年来的最大涨幅 州政府官员将涨价归咎于多种因素 包括通货膨胀、药品价格上涨和劳动力短缺 但州政府官员说 由于政府的一些援助计划 许多人最终不会支付更多的费用 国会去年通过了一项法律 规定当一个人购买银级保险时 保费不能超过该人收入的8.5% 如果超过 联邦政府将支付差额 这项法律将持续到2025年底 州政府官员表示 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通过Covered California购买保险的人 只要他们留在同一家保险公司 不搬到加州的其他地方 他们的月保费就不会有变化 Covered California表示 20%的消费者根本不会支付任何保费 刑侦见识专家李昌玉 7月26日发布声明 对美国联邦法官裁定 他在一起谋杀案中 对伪造证据负有责任的裁决表示失望 并再次否认捏造证据 并暗示在案发致专家检测毛巾的20年间 血迹可能已经发生退化 捍卫自己的工作和声誉 李昌玉当天指出 他在薄奇和亨宁被确定为嫌疑人之前 已经开始调查此案 并坚称他如实作证 在声明中他写道 我是一名刑侦见识专家 我只在法庭上展示我的科学发现 我的职责不是决定在审判期间 提供哪些证据 以及向证人询问哪些问题 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在诉讼中代表李昌玉和被指控的警察 该机构26日表示将提起上诉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预计粮食收成将创历史新高 并准备在商业和援助的基础上 取代乌克兰对非洲的粮食出口 他指出 乌克兰通过黑海粮食协议出口的粮食 大部分都流向了包括欧盟在内的高收入 或高于平均收入的国家 而像苏丹这样最贫穷的国家 只收到了不到3%的粮食 西方拒绝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方将转向更加公正的资源分配体系 普京宣布在未来三四个月内 俄罗斯将无偿向布基纳法索 金巴布韦、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厄里特里亚 各提供2.5万至5万吨的粮食 普京称去年俄罗斯共出口了6000万吨粮食 其中4800万吨是小麦 他强调俄罗斯在全球小麦市场的份额高达20% 而乌克兰的份额则不到5% 俄罗斯终止黑海粮食协议后 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多方人士 呼吁俄罗斯重返粮食协议 不过克里姆林宫本周回应称 在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协议得到履行前 俄罗斯不可能重返黑海粮食协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